接下来我要邀请到的是这次 特别为茶会所拍摄的纪录片《圣与罪》 陈英珍文学与人生的救赎的制片人 韩良璐小姐以及导演朱全彬先生 掌声欢迎他们两位 大约是在陈英珍先生做人间杂志的时候 她在香港的友人 当初一块做剧场的邱刚健先生 从香港交给我一本英文书叫《百年孤集》 叫我带回来给陈英珍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书名是英文的 《百年孤集》 当时在台湾还不是那么有名 因为还没登录北 然后我跟陈英珍先约了 我把书交给他 我那时候就觉得 《百年》这个孤集 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 这个书名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然后这一回有幸在陈英珍女士 他本来是希望要一个20分钟的简报版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可能 因为陈英珍先生那么丰富 然后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就体会到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断地访问 但是事实上今天在现场 有非常多的人 你们当然可以了解 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所有今天来现场的人 事实上都是陈英珍先生 一生重要的文友或者社会运动 或者各个领域的知交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访问到每一个人 可是我们还是拍了105分钟 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 我们都知道陈英珍先生 他所相信的理想主义 在社会上是孤集的 在这个举世的媒体的凶化当中 他是孤集或者是沉默的 可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 每一个人非常多人 他都告诉我们说 在他们一生当中 陈英珍先生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启蒙者 所以在心灵的世界上 在陈英珍文学的这种高山上 他其实是不孤独的 那我真的很高兴 这一回有机会 我们跟趋势科技 还有跟这个文讯 我们有机会可以拍 《圣与罪》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那拍摄的是我的先生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 这个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拍摄这样的纪录片 那过去我们一直在电视台 有从事纪录片跟戏剧的工作 那我觉得陈英珍先生 他有力量结合很多人 在生命当中的召唤 就像今天我看到好多老朋友 碰面 有的人讲像浩子碰到杨祖军 或者碰到中桥 碰到不同的人 杨渡碰到谁 大家都说 哇 二十几年没有看到了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面对的是陈英珍先生 五十年的一个文学的生涯 可是我们也面对了台湾社会 过去五十年那么复杂 那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 冲击的一个教会 那此时此刻我们回顾这一切 我想大家都是会很有感触的 我们很高兴 因为陈英珍 我们在这里可以重新相聚 我们可以重新彼此了解 OK 谢谢韩良璐女士 我们也欢迎朱全斌导演 大家午安 刚刚韩良璐介绍 不说我是导演 先介绍说我是她的先生 那当然倒不是那句不必轻 而是说明了为什么 那么我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导演 原因是因为只有我可以 在一种奉献无仇的情况之下 来接受她的压榨 那当然这个被压榨的心情 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就像刚才说在座非常多的人 她曾经接受陈英珍先生的启蒙 那我自己也是在内的 那做这个纪录片 其实它背后是有个压力的 这压力并不是说所谓的时间 或者刚才Jenny讲的 这个所谓的预算的压力 而是说这个熟读陈英珍小说 并且把陈英珍奉为偶像 或者启蒙者的读者或者观众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 对于陈英珍文学 那么他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或者他对他的意义是什么的 那样的一个想象跟解读 那当我们把这个东西 要影像化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就要面对 到最后就要面对每一个人 来观赏 想说这个是不是符合 我心目中的陈英珍 那何况刚刚Jenny讲到说 我们做这个纪录片 其实背后负有两个责任 一个是传承 一个是推广 也就是说要让这个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孩子 读者来认识陈英珍 所以我其实这个纪录片 是面对的两个对象 一个是非常熟悉陈英珍 了解陈英珍的人 想从陈英珍的这个影片当中 可能来回忆一些他跟陈英珍的 文学作品共度的美好的时光 但另外一个是对陈英珍 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所以呢这个背后的压力 就在这个地方 那最后的后来呢 我就是想那个办法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跳脱 一般纪录片的方式 能够里面有个多的 不同的做法 所以除了把陈英珍先生 他的这个创作的脉络 做一个完整的叙述之外 另外也增加很多再现的部分 那这再现的部分 希望透过不同的媒材 尤其现在对年轻的孩子们 比较熟悉的像是动画呀 像是实验性的影像等等啊 或者剧场的表现等等 来试图的来再现 陈英珍的小说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所有参与我们拍摄这个影片的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他们其实我问过每一个人都说 陈英珍是谁呀 或者我从来没有阅读过陈英珍 可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说 他们都开始会拿起 陈英珍的书来阅读 所以我觉得就至少就是说 可能这个影片能够 激发这些年轻的小孩子 让他们有动机开始来阅读一个 也许过去他们认为 只是你们上一代的人阅读的书 让他们也会有兴趣拿起来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功德圆满了 那今天在做 因为我们今天在做 杜伴夫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类的读者 就是说对陈英珍有非常多了解的 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在线的片段 并不会在今天这边呈现 但是我希望那个完整版 100分钟的那个版本里面 有机会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那我很高兴就是听到蒋勋 那天跟我讲说 林怀明已经决定 就是说他云门二团 当他们下乡表演的时候 要带着这个影片也到处去放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希望大家呢 未来都有机会能够 就是说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 好 谢谢朱全命导演 韩阳路女士